各位早安 這齣《Mortal》是一齣納維俊的電影 我想它講英文多於挪威的語言 所以我可以當它是一齣荷里活的格局電影 其實是一齣納維俊電影 大家都知道我本身不太喜歡看納維俊電影 有很多時候其他人覺得很好看的那些納維俊電影 我自己不太喜歡 所以你聽我說這齣電影 我的感覺的時候 你要留意一下 有可能是我覺得不太喜歡 但其他人可能覺得很有趣 作為一齣納維俊電影 我覺得這齣電影 我不是喜歡 但我覺得挺有趣 它是非一般的納維俊電影 它暗默很多 我看過有一些宣傳品 是拿這齣電影 來跟《Chronicle》比 這樣就沒得比 我明白為什麼它會這樣比 它的音調比較暗 但是《Chronicle》是很好看 差很遠 如果你沒有看過的話 你可以去Netflix查看 我早前看到Netflix還有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但如果你沒有看過的話 你一定要看 那齣電影 應該是我最喜歡的其中一齣 Superhero movie 其實那齣電影 差不多是真人版的阿基拉 我覺得導演很受 阿基拉影響後才拍《Chronicle》 我個人感覺 所以說回這齣電影 這齣電影的故事 就是有一個人 他有超能力 但是他的超能力 他自己控制不到 所以基本上 他是自我放逐 他在街上 周圍走 他不敢跟別人 有溝通 但當有人搞他 因為他難生難世 當有人搞他 他可以輕易 可以整低一個人 因為他有超能力 當然後來發展下去 警察覺得他為何打人殺人 所以拘捕了他 然後開始有人發現 這個人有超能力 然後故事繼續發展下去 就是說他如何嘗試去控制他的超能力 很多時候是控制不到的 還有有些男女主角的戒女器 有少少那些成份 也有說回他那些超能力究竟是從哪裡來的 我覺得那個故事 他分了很多個部分 他比較早期的時候 他花了比較多時間 就是說他控制不到自己的超能力 那部分我覺得 都幾重複 他差不多是每一次都控制到 完全沒有 他開始頭痛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人有失控 他一定是控制不到 果然就是亂爆 然後就是 然後比較中段的時候 就說多些 他跟那個女主角之間 一些很甜蜜的互動 我覺得他們又不是十分合 但是去到比較後期 去說他的origin的時候 我是看到那一刻 我才知道 原來是在說那樣東西 我覺得 在那一刻我覺得 挺有趣 是一個different take 這張電影 他不是拍得極好 故事也不是超有趣 但是我純粹是 因為看很多Marvel的superhero電影 你知不知道 有時候看太多的時候 你會有些審美疲勞 我不是說 Marvel那些是冷氣 我不是這樣說 我覺得他們很 consistent 有時候我覺得 出出差不多 他們差不多 是有formula 所以因為太多 你會審美疲勞 所以有時候 有些說一些類似的 topic 但是不同 他單是不同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point 就是這一齣戲 就是因為他不一樣 所以我就覺得 我覺得有趣的那個位 是在那裡 但是又倒轉來說 大部分人是很喜歡Marvel的 那些 如果看那些 然後看這齣戲很不同 你會覺得 嘩! 這齣戲很差 也有這樣的可能 雖然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會喜歡Marvel的人 看這齣戲會怎樣 但是我自己 其實我就樂於見 有出 不一樣的電影 但是如果說那齣戲本身 首先不爛 但我也不覺得特別突出 他那些特技 那些動作 是一般的 我覺得 但是我相信 如果是 用一齣挪威電影的格局 來說 我想他們已經很丟本 很用心去搞 我不是說看到有什麼穿崩 那些 只不過是 我不覺得是 如果是說那些動作那部分 至於說他那個 男女的互動 我覺得男女主角 其實他們都不太合 那個女生的樣子 是挺好看的 很Sweet的 適合他做 但是 不是很突出 我覺得那個男女關係 至於那個男主角 我一定要說 那個就是Nate Wolfe 其實就是在Netflix 可以看到那一齣 死亡筆記 那個男主角 做夜神月那個 但是 在那一齣戲裡面 He's terrible 在這齣戲裡面 他是回復正常表現 不會這麼離譜 那一齣是特別差 那一齣不關他一個人事 作為一個演員 是其他人選他 難道有公開 難道不開嗎 那些人是亂選角 他都控制不到 那一齣是完全不適合他做 那一齣戲 但是 其實這個演員 我覺得他是OK的 例如在Paper Town 我挺喜歡看他 我覺得他在裡面 他在Paper Town 很多人說那齣戲 就是說那個女生 但是我覺得那齣戲 我喜歡看過男主角 就是這個男主角 所以他在這齣戲裡面OK 但是他這個角色其實是難演的 因為他是說一個Super Hero 但是他要暗一點 有一點精神緊張 是貧臨於快要刺線 那類的角色 那些角色 是要Wark Queen Phoenix 那種level 演技去演就很好看 當然不是 他只不過是OK 所以也不是十分突出 因為這個角色很複雜 很難演 他演得是OK 但是絕對不是特別好 但是也不差 他不是夜神月的翻版 OK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一齣特別的Super Hero Movie 但是你也不可以預期 像Chronicle Chronicle 就是Outstanding OK Outstanding 有機會就看Chronicle 這齣戲 你有很多時間 又有機會看 也可以一望 就是從獵奇的心態 看看一齣不同的Super Hero Movie 他會怎樣做 他的結局 我覺得也挺有趣 我也喜歡這個結局 我也喜歡這個結局 OK Anyway 如果是比分的話 我想他會比他 C至C加之間 當然 從我的角度 就是我不喜歡看Super Hero Movie 就是Marvel 很多電影 Avengers 我都只會比他C加 所以這齣戲 我的C加好像很低分 就是 從我的角度 其實已經算不錯了 就是這樣說 如果有Mortal這齣戲 還有 例如Marvel 例如雷神第一集 我會覺得這齣戲 有趣一點 哈哈哈哈 我會覺得這齣戲 有趣一點 因為我很不喜歡雷神第一集 其實